好 接下來這個我們要來連線 因為高鴻安 因為有很多的這個事件之後 現在呢 這個還有包括馬文君事件 網路上成立了一個叫做張藏藝聯盟 那就是李正浩 王毅川 還有吳征 現在我們就要來連線 因為他們在台北打拼 正浩 你在嗎 張藏的朋友 張藏的朋友 大家好 有聽到什麼嗎 有 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 有聽到什麼 年輕的 我們這個長得很年輕的 聽到你們三個 這樣休休休 我們這裡比你們更累 這樣喔 我們這裡比你們更累 我們這裡的人有夠多的 漂亮啦 來來來 那這個先來請這個吳征和鄭浩 介紹一下張慶忠家的高爾夫球場好不好 要跟我們正知道的觀眾朋友 還有彰化現場的鄉親報告了 因為我們這一次在全台各地我們都發現到面對到很多國民黨的政治世家 土地的主人 那在我們新北市中和呢最大的土地的主人就是張家 那這個張有多囂張呢 就是我們最近我給你張號踢爆發現他們家在中和有一個圍建 圍建二樓蓋成四樓 足足成長了百分之兩百 那成長了百分之兩百不是最囂張的地方 最囂張是什麼 一般呢我們圍建可能頂樓加蓋 有人可能拿來洗衣服晾衣服像柯媽媽一樣 有人可能隔成很多小房間 租給學生大學生賺租金 那我們中和張家是幹什麼呢 蓋成私人御用的空中高爾夫練習場 張花的鄉親大家有你們有看過在自己家頂樓蓋一個空中高爾夫這麼厲害這麼囂張的嗎 有看過嗎 對沒有沒有看過 因為就是呢在中和張家才這麼囂張 這個吳貞啊在台北追避追的很兇 現在家裡有你們家住人家裡有嗎 有喔 拜託一下 高爾夫就有人家蓋下去 蓋兩棘啊 如果來要跟你聽你說要記住他怎麼不用聽 來 接下來是這個李政浩 李政浩你為什麼說他是土皇帝 我跟大家報告 中和張家有多囂張 囂張到這個新聞都已經鬧到全國版面喔 囂張到昨天喔 禮拜五喔 前天禮拜五喔 我跟吳貞喔請了林炳佑 新北市議員 發函給新北市的拆除大隊 說禮拜五上午我們要來會看 張化鄉親 你們猜猜看 新北市拆除大隊看到這個文 他回我什麼東西 議員發的文喔 他們說 你們白無銀 吼吼吼吼 公文上就這樣寫 沒空 他們說他們沒空 令有要功 不課前來 張化鄉親 宏一大哥 你知道 新北市拆除大隊的員額有九十個人 一年喔 人事費超過一億 九十個人一年領我們的名字名高一億 要會看的時候派不出一個人 OK 好 是他們真的很忙 還是不敢派人過來 我們繼續盯住這個案子 綜合張家就土皇帝嘛 對不對 好 那再請教一下鄭浩 再請教一下鄭浩 現在啊 因為王毅川 民進黨不分區他排第16名 你們為什麼要搶救他 對 很慘 很慘 因為王毅川太慘了 慘到不行 我跟大家報告 王毅川 他第14名 可是實質是16名 他要上 必須多100萬票 大概是6%左右 所以我們這次這個活動 不是只有搶救王毅川 如果我們能夠多催6%的選票出來 民進黨國會就會過敗 很多地區五波的選區 就會過關 所以搶救王毅川 王毅川只是我的荒字 只是我的呃 用來欺騙大家出來投票的一個 一個荒字 所以各位鄉親父老 趕快去吹票 拿王毅川當幌子 叫這個左右鄰居都出來投票 好 各位我們鄉下鄉親六港 鄉下鄉親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好 我會再去鄉下鄉親父 不過我今天要先跟鄉下鄉親父親在這裡打票 好 你們跟鄉下鄉親父要幫我投票 因為不分區立委 我如果過關韓國瑜就沒辦法當立法院長 哈哈哈哈哈哈 啊鄉下鄉親父就沒辦法當立法院長 哈哈哈哈 啊國廠老師就沒辦法說太離譜啦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專門治療這三個 哈哈哈哈 保護熱情町的政策 我看要輸贏都不可以 好 王毅川 王毅川就是雷恩大兵對不對 都不算 我們剛才有說到這個總統 這個今天啦 侯友宜 侯友宜說他今天在台南組織 他今天去挑戰多千頂 說啊 台南市長做到什麼樣 大家心知肚明啦 意思就像兩千頭 兩千頂做真壞 就像侯友宜做真壞 今天好 昨天好 我看到趙少康他說 他要恢復九二共識 抱歉 九二共識在習近平2019年1月 把他把九二共識 以及等同於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我們看香港 不然有一國兩制 基本上變一國一制 所以說我們要接受九二共識嗎 我們要接受一國兩制嗎 所以他說要恢復服貿協議 2014年 當時台灣民眾就是認為 服貿協議 到最後中國的服務業會到台灣來 而台灣的服務業去不了中國 所以有那麼多的年輕的學生 衝進立法院 佔領立法院 就是要反對服貿協議 結果 現在趙少康說 國外恢復服貿協議 我們要接受服貿協議嗎 要不要拒絕 要拒絕服貿協議 所以我們看到趙少康完全是走那一種 深藍的 從統的想法 他說好啦我們要把我們的兵役 要恢復成四個月 因為從明年一月開始 小英總統他可以說是 大比一輝 當然一開始很多人說 會不會以年輕人反對 結果年輕人都支持 把我們的兵役由四個月恢復成一年 那現在趙少康說 再恢復成四個月 他以為這樣可以吸引到年輕票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不會那麼沒種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為了保衛我們台灣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我們當然要做一點犧牲 所以服役一年 我相信大部分的年輕人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趙少康這種說法 只是在讓台灣人看到他的真面目 照他的講法根本就不用買武器 台灣他就投降好了 所以趙少康這種副總統 我們真的非常的擔心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這一次中國介入台灣的總統大選 是非常的深 連日本的新聞 日本的朝日新聞都講 中國對於這一次 侯科配沒有配成非常的失望 而日本的其他的新聞 他們也強調 就是日經新聞也強調 中國會積極的讓台灣的立法院 沒有民進黨單獨過半 他們正在促成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我們彰化 三席的立委 四席四席 我故意的 表示大家都沒有在睡覺 四席的立委 全部都要送進立法院好不好 要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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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想當拜登在習近平的面前 關老師你用心太良苦了 我要點唱張宇的用心良苦嗎 我看算了為了本台的收視率 我今天就不唱歌了 謝謝大家